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阅文集团联合出品 改编自七点中文网的大凤大耕人 作者卖爆小郎君 演播头头冤大冰丸子小桃红等等等等 好多主播 后期制作小太阳 欢迎您的订阅 第658集 嗯不愧是大凤石魁 大洲龙德年间 南边有一座万花谷 谷中奇花豆艳 四季常开不败 相传谷中住着一位中灵玉秀的花神 花神乃仙趴诞生灵智 幻化人形 即天地灵气于一身 谁若能得花神灵运 便可脱胎换骨长生不老 龙德帝听闻后 便派人南下寻找 历时十三载 终于找到了万花谷 找到了那位中灵玉秀的花神 大军包围万花谷 逼迫花神入宫 花神不愿 招来雷霆自毁 死前诅咒 大洲三百年后亡 果然三百年后大洲气数走到尽头 故事末尾 记录了一篇诗 初世惊魂压重方 雍容清紧 清紧目西洋 万众推崇成国色 魂细人间惹帝王 许其安面无表情的和尚书 内心却并不平静 甚至波涛汹涌 这首诗不是形容王妃的吗 卧槽 王妃就是九百多年前的花神 不 花神转世 原来这首诗写的是三百年前的花神 我一直以为是此时流传太广 名气太大 惹来了远景帝的注意 所以他才被送进宫的 难怪 难怪都说王妃的灵玉是好东西 原来还有这个典故 果然多读书是有好处的 脱胎换骨是毋庸置疑的 长生不老就未必了 不然远景帝怎么可能把王妃拱手 让给镇北王呢 花中仙子 不愧是大奉第一美人 魅力无双 也是个可怜的女人 许清安把书还给赵首 这首诗是钱钟大儒所作 非也 哦 钱钟大儒也只是记录者 那我就没有疑问了 不然 那个道出王妃身世之谜的 住持老和尚 怎么知道这首诗 就成逻辑漏洞了 许清安在心里吐槽 与赵首院长先谈着 许清安耳阔呼的一动 扭头看向楼舍外 只见三位大儒连妹而来 目光顾盘 看见许清安露出惊喜之色 不愧是我们三人交出来的学生啊 菜市口斩二贼 以一人之力挽回大局 可歌可泣啊 三位大儒开心地称赞 接着呢 他们用质疑的目光 看向院长 宁业可是成了院长的弟子 宁业 院长可曾要求你做师 说着 他们用 你就是颤他的师 不要狡辩这是事实 这样的眼神来内涵赵首 赵首冷横 我又岂会与你们一般 读书人三不朽 立得公严才是惶惶正道 既希望于师词 乃旁门左道 你不和我们抢师词便好 三位大儒松了口气 张慎语气轻松地反驳 三千大道殊途同归 师词何尝不是文化归报 在我看来院长反而是执念过重 赵首摆摆手 懒得与你们辩解 他转而看向许清安 主要是阳公诸玉在前 让他们羡慕且嫉妒 其实白鹿出院 对你是心怀善意的 与师词并无关系 看了三位大儒一眼 然后笑呵呵地说道 至少老夫不会 像他们一样 他必须要向许清安 澄清这件事 否则就显得白鹿书院 怀着目的似的 总想着占他诗词的光 说实话 张慎等人的行为 实在犹如白鹿书院的形象 许清安点点头 他本人其实无所谓 反正诗词是前世剽窃的 并非他所做 作为一个没有根基的穿越者 能用诗词扩张人脉 换取利益 自然不能错过 张慎三人不理会院长的嘲讽 热切地看向许清安 问道 你也好久没有做事了 近来发生此等大事 有没有觉得热血沸腾 事性大乏呀 为师几个可以帮你润色润色 三位大儒热切地看着许清安 院长照手没有说话 不过也颇感兴趣 宁神看来 白鲁书院不但帮我庇护家人 院长更是直接手握刻刀 在朝堂威逼远景地 虽然这合乎儒家理念 并非单纯的卖我人情 可这份恩情我要记住的 嗯 不妨抄手诗给他们 也不好一宿又一宿地白嫖他们呀 想到这里 许清安沉吟道 确实想到一首诗 对 是想到一首诗 我只是诗词地搬运工 他在心里补充 三位大儒狂喜 这个时候 他本该豪气地来一句 笔墨伺候 只是毛笔字写得太差 手头呢又没探笔 便没有献丑 像模像样的在室内躲步 看见窗户外 绿油油的竹叶时 假装眼睛一亮 有了 赵手眼睛同时一亮 是否与竹有关 院长似乎很喜欢竹子呀 许清安汉手 是 闻言 赵手顿时挺直腰杆 从略有兴趣升级到 倍感期待 许清安略作回忆 想起了这首诗的全文 但在赵手和三位大儒言里 他这是在酝酿 咬定青山 不放松 已经知道是永竹师的赵手 细细的品味起来 这一句里 咬字是精粹 仅一个字便凸显出竹的苍尖有力 立根源在破炎中 赵手微微汗手 这是对上一句的补充 同时体现出竹子在艰苦环境中 展现出的坚毅 千魔万机 还坚禁 任耳东西 南北风 院长照手呼吸有些急促 后面两句 则是描述竹子对外界压力的态度 哪怕经历无数磨难 依旧是不屈不挠 梅兰竹菊里 他独独钟情竹子 否则不会把居所建在竹林 赵手以前也曾作诗永竹 但相比起许其安的这一首 他得承认自己落了下城 一诗两连 从内到外 几乎把竹子坚韧不拔的品性 描述得淋漓尽致 不愧是大风诗鬼 作为儒家高品修士心里溃叹 李木白赞道 此时意境和此早虽欠缺了些 却是罕见的永竹使 愚蠢 此时涌出了竹的坚韧不拔和顽强土素 此早华丽反而落了下城 张沈抨击 嗯 乍一看是永竹 实则以竹欲人 妙啊 妙啊 陈泰 抚须长小 三位大儒点评结束 立刻看向许清安 这首诗 可有名字 许清安当即便知他们打的什么主意 笑着摇头 未曾命名 顾虚老师们润色 啊 三位大儒默契的后退几步 警惕的看着彼此 酝酿着如何争夺署名权 就在这时 只听赵首长笑三声 哈哈哈哈 就让我来为此事命名吧 嗯 张沈等人脸色僵硬地扭动脖子看他 不是说好看不上许宁艳的诗吗 赵首皱了皱眉不悦说道 而等看我做事 这首诗难道不是许宁艳借庸竹欲我 老夫坚守白鹿书院数十年 便如这竹子一般 咬定青山不放松 任而东西南北风 说吧 不等三位大儒反应的机会 接着说 退出三百里 别打扰我写诗 话音方落 三位大儒消失得无影无踪 赵首铺开纸张 心情激动地提笔 边写边感慨道 哎 好事 好事啊 老夫人生圆满了 嗯 宁艳啊 此事是你所做 但我这个寿业恩师在旁指点润色 对佛 这时 三位大儒身形闪现怒道 园阳重手 赵首挥挥袖袖子 退出五百里 大儒们消失了 下一秒他们又出现了怒吼道 无痴老贼 我等与你不共待天 看来你们是许久没有活动经过了 罢罢罢 老夫帮你们一把 我们可不是下大的 三品又如何 我等联手 可不处你 哼 不是老夫瞧不起而等 便是再来十个 我也能轻易镇压 许清安拉着钟离逃走了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精彩内容 请在喜马拉雅搜索 头驼渊讲故事 谢谢